我们第一次听到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要描述说 他的这个情节里面 有什么脑僵暴力 然后现场阵亡的状况 然后呢 他在讲说 像我这样 每天在枪战的过程当中 众将你不犯这句话哪里怪怪的 侯友宜就站在当警察的时候 有每天都枪战吗 台湾治安有那么差吗 这个治安是要有多烂 才会有每天都有枪战 而侯友宜有真的每天都参与枪战吗 这句话讲出来 你只有两个字形容 就是夸张嘛 而且是老掉牙的故事 一讲再讲 就是这个东西 你一讲再讲 就是你会发现 这让人家听起来 就是觉得做得到吗 不夸张吗 不做作吗 这样的字词内容 听完了之后 你不知道你到底听完 整场听完之后 到底看到了什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现场里面 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韩国瑜跟侯友宜 两个真的合体了嘛 可是中将你知道 尴尬的是什么 尴尬的是 刚刚前面 是不是有提到说 韩国瑜他说 把他比喻成 这个生日许愿 他许了三个心愿 你知道第三个心愿 他有讲说 在这个侯友宜领导的 国民党领导下 然后呢 能够下架民进党 可是你知道 他这句话讲的时候呢 同时有个记者在旁边 补问了一个问题 那这个韩市长 请问你愿意说 唯一支持侯友宜吗 这句话讲完的时候 韩国瑜是没有回应的 可是对这句话呢 有人或许解读不一样 但是韩粉听到了 韩粉的直播主 动尾条哥呢 他开了一支影片 这个影片就是在讲 他到全代 国民党全代会的时候 听到的事情 他里面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他讲的重点就是 针对这一句话 韩国瑜是不是愿意讲说 唯一支持侯友宜 有吗 这个动尾条哥说 他在现场 他很肯定 他没有听到韩国瑜 回答这件事情 他说这就是 韩国瑜的一个讯号 这个讯号就是 给韩粉的讯号 告诉韩粉说 你看 侯友宜其实 韩国瑜其实在心里面 其实也没有真的 这么支持侯友宜 而且是被被迫到现场去的 这是一个他在讲的 第二个 你注意看 他还做图 做图什么呢 他说在现场 虽然听到 这个侯友宜跟韩国瑜讲 不好意思 但他说 希望侯友宜听进去 赶快道歉事 抱歉不是等于道歉 做的不够 不等于有做 意思就是 他们觉得 侯友宜在现场 根本道歉不够 根本不是真的要道歉 然后下面还举了一个对照组 举谁当对照组 举郭台铭当对照组 他说你看 郭台铭在那个道歉 是真心向韩国瑜道歉 他要侯友宜 要跟郭台铭好好学习 好那我请问你 当你看到韩粉的直播组 动尾条哥这样一场直播之后 请问韩粉真的愿意 在韩国瑜到现场 全代会去了之后 他就愿意去支持侯友宜了吗 显然看起来还有一段落差 而且韩粉还提带了 另外一件事情 他们提到什么呢 他们说像韩国瑜的个性 他如果真的要支持你的话 他会讲你的优点 而且在现场努力的讲 侯友宜动算 他说韩粉说 他们没有听到韩国瑜 在现场很主动的讲 侯友宜动算 而且介绍侯友宜的这些优点 很显然他们认为说 韩国瑜传达出来 给他们讯号里面 其实没有很强烈的 要支持这个侯友宜的部分 所以显然韩粉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呢 大概就是处于我们昨天所听到的 他们认为选总统的人 最好还是韩国瑜本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国民党全代会之后 下午三点的时候呢 有一场庶民起义的活动 是支持韩国瑜选总统的 显然韩粉的整合 对国民党来讲 仍然是一个课题 是 建平委员怎么看 昨天国民党这场全代会 韩侯两个人合体 这样一再的拥抱 然后握手 还有摇耳朵等等 这个国民党 这样子就团结了吗 喜欢韩国瑜跟侯友宜了 他们就会觉得说 这样子就是好的 像我就会觉得这样就很好 而且我之前就一直喊话 我希望可以更热络一点 可以更肉麻脸 可以更恶心一点 你觉得这样还不够 这样OK啊 还要更肉麻 我觉得这样刚刚好 我跟大家报告 全代会后侯友宜的 参选政治寿命 听清楚 参选政治寿命 正式倒数即使剩下一个月 为什么 正式倒数即使剩下一个月 我先跟他讲 上礼拜五我在那边说 王宏威是不是公开要求 朱立伦做菲律大联盟 由上到下的整合